北京时间1月1日,火箭队主场赋予热货队之后,球队现在已经是6连败了。 考虑到未来几场,比赛火箭队的对手分别是绝晶队与76人这两支强队,所以火箭队基本上已经预定了8连败。 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小波特与伍德在比赛里的发挥让人无语,但火箭队的杰伦格林却在复出之后的三场比赛里有着全明星级的表现。 比起受伤缺阵之前的格林,现在的杰伦格林很明显更适应NBA节奏了。 他在场上更加积极,不仅能打无球,甚至他的持球单打也变得有模有样,与之前那个时好时坏的格林相比,现在的杰伦格林竟不明显,也许一个月的养伤期间,让杰伦格林对如何打好NBA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再看看个人数据吧,与热货队的比赛里,杰伦格林成为了火箭队表现最好的外线球员之一。 本场比赛,杰伦格林受到了犯规困扰,只打了28分钟,不过在这28分钟里,杰伦格林11投5中,3分球7中2,罚球4罚全中,全场贡献了16分3篮板2助攻,只有两次失误,虽然5次犯规不够好,但是格林的命中率和场上表现都强于受伤之前。 其实复出之后的杰伦格林一共打了三场比赛,据统计显示,在这三场比赛里,火箭队的战绩是全败,但杰伦格林场均可贡献20分二篮板,2.7次助攻和1.3次抢断,投篮命中率高达48.8%,3分命中率也达到了48%的水平。 复出之后的格林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从当初那个三分时临时不灵的外线菜鸟,变成了如今三分水准,可与库里相媲美的神射手了,虽然三场比赛的参考样本比较小,格林还需要更多的场次来证明自己,但不夸张地说,杰伦格林正在渐渐接近自己榜眼秀后卫的水准。 与进入联盟就能表现的莫布里·斯科蒂·巴恩斯相比,杰伦格林显然是慢热型球员,经过了30多场比赛之后,杰伦格林终于在复出之后找到了最佳状态。 只要杰伦格林能维持在现在这种水平的表现,他必然会是今年最佳新秀的强力争夺者格林很有可能后来居上,从巴恩斯、瓦格纳和莫布里手里抢走这一奖项。 我们知道,NBA最新一期的新秀排行榜上,魔术队前锋小瓦格纳雄居第一,但杰伦格林已经返回了排行榜前十的位置,三场比赛场均轰下20分二篮板二助攻,杰伦格林正在向着新秀榜更高的名次发起冲锋。 暂时位列新秀榜第一的瓦格纳位置选了,越打越顺的杰伦格林已经将他当作目标发起挑战了。